感謝祖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我們雖然經過了學生靈會 大家非常忙碌 接著就是我們的成人的靈恩步道會 我們求祖能夠繼續帶領我們 讓我們能夠借著這個靈恩會的機會 多親近神 求祖能夠讓我們能夠重新得到力量 小弟在這一次靈恩會當中 被安排幾節的時間跟我們大家一起來學習 想要跟大家學習的題目是 警醒預備 等候主耶穌的再來 我想主要還是根據馬太福音的24章25章 來跟我們談這個主題 我們來看馬太福音24章 馬太福音24章 我們先從第一節 我們先從第一節 讀到第三節 馬太福音24章第一節 約束出了聖殿 正左的時候 門徒進前來把電雨指給他看 第二節 約束對他們說 你們不是看見這電雨嗎 我實在告訴你們 將來在這裡沒有一塊石頭 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 第三節 約束在甘冷山上坐著 門徒暗暗的來說 請告訴我們 什麼時候有這些事 你降臨和世界的末寮 有什麼遺照 這是主耶穌最後的幾天 都到聖殿裡面 在那邊教訓人 他跟他們講了很多的道理 那就是有一天 他們出來聖殿 然後要到甘冷山去的時候 他們離開聖殿的時候 門徒主著聖殿對主耶穌說 你看這是何等堂皇偉大的聖殿 因為當時聖殿重建以後 又一直修建 修到那個西立王的時候 已經做了46年了 所以這個聖殿是非常的高大非凡 所以門徒看到這個聖殿 就很驚奇地指給主耶穌看 但是主耶穌說 你們看到這個聖殿沒有錯 但是不久的將來 你們會發現說這個聖殿 沒有一塊石頭留在另外一塊石頭上面 說要被完全的拆毀掉 後來他們到了甘冷山 坐下來的時候 門徒就來問他 說你主的這個聖殿所講的 到底是什麼時候會有這樣的事情 然後你的降臨跟世界的末日又有什麼樣的預兆 所以門徒問三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這個聖殿聖城要被毀壞 還有主耶穌的降臨世界的末日有什麼樣的預兆 這是三個題目 所以我們主耶穌在回答的時候 沒有說一個一個回答 有時候就 笼統的 記在這個 24章裡面 跟他們 借著這個問題 跟他們談很多的道理 不過有些議員在當時應驗 他在末後還要這個應驗 因為有些議員不只是應驗一次 所以我們就從這一段來學習 我們把它分成 這個聖殿要被毀 叫耶路撒冷要變為方常 這是有關耶路撒冷的命運的議員 再來就是有關世界末日 進到末期以後的一些議員 還有主耶穌將要再臨 會發生的一些現象 我們就按照門徒所問的三個問題 主耶穌給他們的解答 我們來學習一些道理 互相勉勵 首先我們看 馬來福音的 二十四章 看第九節 二十四章 第九節 說那時 人要把你們現在犯難禮 也要殺害你們 你們又要為我 我的名啊 被萬民恨惡 第十節 那時 有許多人跌倒 也要彼此陷害 彼此恨惡 那這個 剛南主則說啊 主耶穌生天以後啊 他會建設教會 這個教會就開始傳道了 他門徒在傳道裡當中啊 他們首先會 遇到一些啊 逼迫的事情 他說他們會遭遇到很多的 灌濫 也要被殺害 被萬民恨惡 有些人啊 就因為這樣的事情 就跌倒了 這是 在 屬徒教會 當時就發生的情形 因為這個 教會在耶路撒冷建立起來以後啊 那些 祭司長啊 法律賽人啊 還有西利黨的官府的人啊 他們就聯合起來 來 逼迫教會 所以 常常有一些人啊 就被交給公會 被審判 下在監禮 這是我們從 《使徒情傳》裡面啊 可以看到的 所以 主耶穌說啊 他們也會被拉到 君王 諸佛的面前 在那邊受審判 主耶穌告訴他們說啊 你們不必一心啊 準備說什麼話 主要你立定心志 全心靠主 那到時候 主耶穌會幫助你們 是給你們當說的可財喔 啊 所以敵人沒有辦法辯駁了 那雖然你們在這個 傳道理當中啊 會受到逼迫 這是必然的 啊 但是 主耶穌 會跟他們同在啊 啊 來幫助他們 勝過各樣的犯難 那就是在這個 逼迫犯難當中啊 所以有時候也會彼此陷害 彼此恨惡 所以有些 啊 人性比較好的 他們當然專心啊 尋求屬靈的事情 啊 還有 專心的 衛生的工作啊 傳如音 但是有些啊 連性比較差的 啊 可能會有一些阻擋的工作 啊 彼此陷害 啊 彼此 逼迫啊 因為這個 常常 對這個道理的了解 或者立場不一樣啊 啊 有時候也會造成這樣的 情形 啊 所以我們看到 俗途時代啊 也有一些啊 啊 假的傳道人啊 啊 他們就 啊 阻擋神的工作 啊 這是當時的時代就有的 好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 第十五節 馬來文二十四章的十五節 啊 說你們看見先諸但里里所說的 那行毀壞可證的 站在聖地 讀這經的人需要會議 十六節 哦 我們先讀十五節 這裡講到說啊 但里里先諸曾經講過 啊 行毀壞可證的 要站在聖地 哦 他說你們要 注意去 體會啊 啊 先諸所講的這個話的意義 哦 當然這個 行毀壞可證的 當然就是跟神做對的 啊 要人拜五項 要人離開神 當然就是出於撒旦的工作 那這個行毀壞可證的 在歷史上啊 啊 有多處的應驗啊 那這個 但里里書的七章跟八章 都有講到一個小角 哦 有一個是從這個 啊 從那個公三娘出來的小角 哦 啊 那那個 一般我們了解是說 主著 從希臘帝國啊 後來分類成四個國家以後 四個 啊 啊 其中有一個啊 就是 敘利亞王 那中有一個王 叫做安提阿庫 好 那這個敘利亞王啊 那他曾經有一次到埃及去進攻埃及啊 那後來經回來的時候經過耶路撒冷 啊 啊他在那裡啊誤會了神的殿 啊 把那個武相啊就擺在聖殿裡面 他叫人把那個豬啊當作祭物獻上 啊 也強迫人在那邊行淫亂 啊 那時候聖殿被誤會啦 啊 那後來有一個猶太的祭書的家族啊 啊 馬加比的家族啊 他們起來革命 啊 經過相當時間啊 啊 跟這個 啊 敘利亞王跟他反抗 啊 然後讓猶太人啊 短時得到一 一段時間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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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把這個聖殿啊 重新把它結建 啊 啊 這是歷史上一個事實 啊 所謂這個賢毀壞可證的 就是跟神作對的一種勢力啊 啊 啊 站在聖殿啊 啊 站在聖地啊 來毀壞神的殿 啊 那主耶穌說你們 啊 要思想這個 彈禮禮所講的這個議員 啊 因為在主耶穌的時代啊 啊 不久又要再應驗一次 啊 啊當然這個在末後的時候啊 啊 也會再應驗 啊 當主耶穌被定十字架的時候 啊 啊 本來 彼拉多啊 啊 神問他以後 發覺他是一個藝人 他沒有做什麼啊 該審判的事情 啊 啊 彼拉多想要把他釋放了 但是 尤賴人啊 一直說啊 一定要把他定十字架 啊 啊 反而把一個 強盜啊 要求把一個強盜 把他釋放掉了 啊 彼拉多當時就拿水啊 在眾人面前洗手 他說我審判這個人啊 審判三次 啊沒有發現他有什麼罪 啊 所以殺害這個藝人啊 啊 這個罪就你們負責 啊 啊 猶太太廢眾他們就大聲地呼喊說 啊 這個罪歸在我們跟我們祖孫的身上 後來真的在二三十年以後啊 耶路撒冷啊真的被毀掉 好像主耶穌當時所講的 因為他們常常殺害先知啊 啊 用石頭打死那個奉才前來的人 啊 所以他們的家啊 要變為方廠 結果這個在西元七十年就應驗啊 因為猶太人啊他們背叛羅馬政府 所以有一個提督將軍啊 就帶著大軍啊 來殺害他們相當多的人 啊 然後把這個聖殿毀掉 啊 百姓就被分散在世界各地 啊 就是在主耶穌啊 升天以後不久 啊就應驗的事情 啊 那在這個大災難要來到之前 所以主耶穌特別警告他們 我們看二十四章的十六節 二十四章十六節 說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 十七節 在皇上的不要下來拿家裡的東西 十八節 在田裡的也不要回去拿衣裳 因為這個大災難快要來到了 啊所以主耶穌說 在災難當中的時候 你不要再貪愛世界上的東西啦 應該趕快逃避這個災難 所以你猶太地的 你要趕快逃到山上去躲避 啊你在皇上的你也趕快逃 你要不要再進到家裡面去拿東西 啊在田裡的你就逃跑啊 不要再回家拿衣服 啊所以大災難當中啊 如果你還為著一點點的一些物主的東西啊 可能就會被殘累 有時候為著一些物主的東西啊 甚至會傷掉生命 好像羅德的妻子 她們本來住在索多瑪 啊因為神要把這個城滅掉 啊因為亞伯拉喊的禱告神紀念 派來兩個天使進去啊 把羅德家硬著把他們拉出來 啊她們扭避的妻子啊 捨不得在城裡面的一些家裡的東西啊 啊那扭避的往後頭看 啊後來就被燒成變成一根圓柱嘛 所以主耶穌說你要回想這個羅德的日子 你要想到這個羅德的妻子 因為她貪愛城裡面的物主的東西啊 啊所以最後就變成炎治 啊真的這個災難當中啊 最要緊的就是趕快逃啊來保全你的生命 實際上啊我們在生活當中也常常遇到一些類似的災難啊 我記得小的時候啊 啊曾經發生一個非常大的水災 啊在那一次的水災當中啊 啊我們有幾個信徒啊 啊離世啦 啊有一個聽說是啊 看到那個水來啊 喔他想說啊這個大概是最好補魚的那個時間啊 啊結果拿著那個網子啊 去網魚啦 啊結果那個水災太大啦 啊所以啊就被沖走了 啊在我們那個村莊裡面也有一個姐妹離世 啊因為他們住的地方啊本來是靠這個湖邊啊 啊那個地勢比較低一點 啊本來已經看到說這個湖水啊這個水啊一直漲上來了 啊所以他們全家啊就逃到了啊另外啊他們隔壁啊比較高的地方 啊後來她發現說啊啊她沒有她剛好一個小嬰孩出生不久啊 啊因為她沒有把她的尿布啊孩子的尿布沒有帶出來 啊所以她就摸那個房子的邊邊啊啊要回去跟小孩子拿尿布啊 啊後來因為那個水太大啊連她的房子啊都被沖走了啊 啊後來人也經過了兩三天以後啊水退了以後啊後來才找到 啊所以為著一些啊小小的東西啊啊結果傷掉了生命 啊所以這個災難來到啦我們不要再去試煉那些物主的東西啊 啊他說應當要逃到山上逃到聖城裡面啊 啊也就是說啊不要看重世界要跟世界分別 啊生活在神的恩典當中啊 我們再看這個十九節 二四章十九 說當那些日子啊懷孕的和乃孩子的有禍啦 那然後我們知道說在那個災難的時候啊 懷子身孕啊因為行動很不方便 啊或者帶著那個吃奶的孩子 啊也會增加很重的負擔 啊都會在逃亂當中啊造出困難 啊很容易啊就會遇到危險 啊這是當然就從這個一般的狀況是這樣的 啊那這裡所講的應該有屬靈上的意義 啊這個懷孕是主著肆育懷胎了 啊我們看雅各書一章的十五節 雅各書一章十五節 說書一既懷了胎啊就生出罪來 罪既長成啊就生出死來 這裡講道說啊神不試探人 啊人是被自己的失憶啊啊牽引誘惑 啊因為人有那個肉體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還有今生的驕傲 啊這是從世界上來的不是從神來的 啊這是我們在靈修上啊最大的敵人 啊因為人如果有了情欲 啊然後在外在有撒旦的誘惑 啊就很容易犯罪啊罪的結果啊公嫁就是死 啊所以說不可以讓私益懷胎 有時候能有一種不正確的心事意念 啊或者藉著外在的感官啊進到我們的內心裡面 然後我們要把這個詩意啊靠神啊 藉著聖靈把祂治死 啊靠著聖靈來勝過祂自屬肉體上的情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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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在這個道理上一直都長不大, 在靈性上都是一直做孩子一直都在吃奶, 那這個在災難的時候就有負了。 所以我們要在道理上不斷地追求長進。 那這個希伯來書的作者對當時的信徒說, 你們按照學習的功誤應該是做師父的, 他應該懂很多道理來教導別人,造就別人了。 那怎麼還要將那個聖元的小學來教導你們? 因為他們是只能夠吃奶啊,沒有辦法吃乾糧。 二十節,說你們應當祈求,叫你們逃走的時候,不要遇見冬天,不只是安息日。 我們知道這個冬天啊,冰天雪地啊,要逃爛也很困難。 像我們有時候遇到大冬天啊,降雪降了很多啊,有時候公路都封閉起來了。 在外面行路啊,都很難。 但是這個靈性的冬天啊,就是新娘上冷淡。 這是一種靈性的冬天。 這對我們來講啊,如果災難來到了,這也是對我們造成一個危機。 他說不要遇到安息日。 因為有人跟我們辯道的時候啊,說,主耶穌已經把安息日改掉了。 有一個長輩就用這一節聖經說啊,沒有改啊。 啊,至少在西元七十年啊,那個時候他們安息日沒有廢掉嘛。 啊,因為猶太人的安息日啊,他們也有很多的限定。 安息日啊,有很多不可以做的事情。 啊,左路的距離也有一定。 啊,所以安息日要逃難不方便。 啊,就是六日戰爭的一九六七年吧。 啊,阿拉伯人啊,他們趁著安息日啊,就來攻打以色列。 啊,因為以色列人在安息日啊,他們什麼都不能夠做。 啊,所以他們在那一天啊,就坐著挨打。 啊,他一直等啊,等到這個晚上太陽下山啊,然後再開始緩攻。 啊,當然他們現在改變了啦。 啊,如果是安息日遇到攻擊啊,他們還是會緩攻的。 啊,所以安息日啊,是他們拜神的日子啊,什麼功都不能夠做。 啊,這個是詛咒我們在靈性上啊,軟弱的時候。 啊,靈性在沉睡的時候啊,不要讓我們在災難的時候啊,遇到這個靈性的冬天啊。 啊,靈性沉睡的時候。 啊,也就是要我們啊,常常都能夠警醒。 啊,我們再來談這個有關世界末期的議員。 我們先看二十四章的三十二節。 馬賴文二十四章三十二節。 馬賴文二十四章三十二節。 說你們可以從無法古事學個比方。 當樹枝花念掌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進了三十三節。 三十三節。 只要你們看見這一切的事,也該知道,人主進了,正在門口。 三十四節。 三十四節。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 天地廢棄,我的話卻不能夠廢棄。 這裡講到這個世界盡到末期啊,有一些現象。 說用這個無法古事來做一個比喻。 無法古事啊,花念掌葉啊,春天的時候花念掌葉,然後夏天很快就來到了。 那說你們看到這個現象啊,也知道說人主進了,正在門口啦。 那當然我們知道說這個烏蛙谷啊,在聖地裡面常常主著以色列。 那路加文書講無法古事還有各樣的樹啊,花念掌葉。 那這個樹也主著世界上的國度。 那所以我們看到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啊,各樣的殊民的地方啊,都獨立建國啊,這個現象很多。 那其中我們最注意的就是以色列的復國。 一個國家亡調將近兩千年。 但是按照聖經裡面的議員說,末後啊,主耶穌要再來之前。 啊,以色列要復興。 那我們看到說這個在1948年的時候啊,就實現了。 那這個以色列的復國啊,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那因為這個跟選民幕後的救恩啊,有逐階關係。 將來這個全輩的道理啊,最後會傳到以色列家。 那以色列百姓啊,最後的愚術,他們會全數得救。 那這個聖經裡面有很清楚的預言。 那說外邦的樹木滿足了,這個道理就傳回以色列。 那說以色列的復興啊,這個跟神的應許有逐階關係。 所以我們看到說啊,主耶穌所講的話,以色列人復國已經應驗了。 啊,所以主耶穌再來的那個腳步啊,已經很近了。 啊,所以我們應當啊,切目啊,等候主的在領。 啊,當然這個不只是屬世的這個以色列國啊,要復興。 我們看二十四章的十四節。 馬拉雅福音二十四章的十四節。 說這天國的福音啊,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 他說這個全被得救的福音啊,要傳遍普天下。 我們知道說在挪亞的世代,因為當時的罪很重。 啊,所以神用洪水把他們滅掉。 啊,那是神要把當代人滅掉之前啊,為人留下一個啊,能夠保存生命的方法。 啊,就是叫挪亞造荒舟,傳警告。 啊,能夠在災難當中啊,進到荒舟的人,就能夠得到保存生命。 啊,但是傳來一百二十年,最後主有挪亞一家,進到荒舟裡。 啊,所以你說啊,當時啊,藉著水得救的就是一家八個人。 他說今天啊,也是同樣藉著水啊,要讓我們得救。 啊,就是藉著主耶穌的保血捷徑。 啊,讓我們領受那個永恆的救恩。 啊,所以真教會的復興啊,這是在聖經裡面很清楚的預言。 阿摩斯書九章裡面說啊,神要把那個大衛倒他的帳墓,重新把他建立起來。 啊,所以所羅門所蓋的聖殿啊,後來被拆毀。 啊,所羅巴伯的,所羅巴伯帶來一些人回來啊,重建聖殿。 啊,後來雖然這個聖殿被拆毀。 啊,後來雖然這個聖殿被拆毀。 啊,那是這個物主的殿被拆毀。 啊,將來這個,不是要在地面上重建這個物主的殿。 而是要重建啊,屬靈的神的殿。 啊,所以俗徒時代的教會啊,後來因為辯職啦,神的靈收回去啦。 啊,到了末後的時候啊,神又要藉著聖靈,來重建神的教會。 啊,所以這個聖經裡面也有相當多的議員啊。 我們先看馬拉基斯第四章。 馬拉基斯第四章,第五節。 馬拉基斯第四章第五節。 馬拉基斯第四章第五節。 說看啊,主道而可謂之日未到以前,我必拆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們那裡去。 第六節。 他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啊,轉向父親,免得我來做主遍地。 啊,當然這裡所講的以利亞啊,一方面主則施洗約翰。 啊,他來為主耶穌預備道路。 他說有的人問主耶穌說啊,為什麼以利亞要先來? 主耶穌說啊,以利亞已經來咯,但是人卻認利在他。 啊,他說你們如果相信的話,以利亞就是那個當來的以利亞。 啊,因為他是在施行那個悔改的洗禮啊,叫人要悔改準備來接受主耶穌的救恩。 啊,但是這裡所講的這個大而可謂之日以前啊,這個以利亞要先來。 啊,說要讓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啊,轉向父親。 啊,當然這個是主著幕後的神的教會。 啊,說他有以利亞的心智跟能力。 啊,傳幕後的警告啊,啊,叫百姓啊,歸向神,準備領受神的救恩。 啊,他說有這個以利亞啊,他可以讓這個雨水不降在地面上。 啊,因為百姓離開神。 啊,他後來啊,把那個罪除掉以後啊,重新禱告。 啊,三年六個月沒有降的雨啊,又重新降在地面上。 啊,所以神借著他啊,把以色列百姓啊,帶回啊,歸向神。 啊,所以在幕後主耶穌要來之前啊,這個以利亞啊,又要來到這個世界。 啊,所以說幕後的真教會有像摩西啊,啊,像以利亞的心智跟能力。 啊,藉著聖靈的降臨啊,啊,來重建屬靈的真教會。 啊,帶領神的百姓歸回。 啊,所以幕後這個神的道啊,啊,要傳遍世界。 啊,然後主耶穌要再領。 啊,所以聖經裡面說啊,這個真教會就是一個永遠不振動的國度。 啊,我們看《丹尼里斯》第二章,四十四節。 《丹尼里斯》二章四十四節。 《丹尼里斯》二章四十四節。 神为另外立一个国度,这是一个永远不败坏的国度。 最后这个使世上的国度都消失掉了,唯有这个国度要存到永远。 我们再看希伯来诗十二章,我们先看二十八节,十二章二十八节。 所以我们既得了那不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 他这里讲到这个永远不震动的国,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神的教会。 有神啊,在当中作王行审判。 有千万的天使啊,来服侍神,也为所有的圣徒啊,来效力。 啊,主耶稣做我们的宗宝。 还有主耶稣所洒的血。 他说为真教会里面最宝贵的,就是有主耶稣的宝血,赦罪之恩。 那真的我们的洗礼啊,能够赦罪,因为有主耶稣的宝血。 所以说我们洗礼是浸在,不足在水里,在血里面。 有圣灵做见证,那就是非常宝贵在真教会里面的。 所以这是一个永远不震动的国度。 啊,借着这样啊,把这个末世全部的福音要传到各地方。 把神的百姓聚集过来, 把神的教会慢慢建设达到完全。 啊,所以那个时候啊,主耶稣就要来迎娶。 所以真教会最后好像那个装饰整齐的新妇。 啊,又像一个非常荣耀的上场。 啊,就是圣经里面的一员啊。 我们先谈到这里,我们一起谋祷。 我们先谈到这里,我们一起谋祷。 阿们。 吧,我们先谈到这里。